其实皈依在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层的 跟皈依相同的意义 只不过人们不说而已 不成为皈依而已 比如说我们病人 他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们会寻找医生 这也是一种皈依 学生为了求学知识 寻找他的教导者 老师 这也是一种皈依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依靠的地方 那么父母就是他的皈依 同样的我们世间的男女 在生活当中需要有一种 配搬和伴侣 那么他会寻找他的家人 这也是一种皈依 所以 习生也能够认为作用 但是我们不说那样 我们不说那样的习生 但你可以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當工作人員會 如果患者患者患截病 讓他或是患者患者 遺體來找醫療 是像乗生的同學 給學生所探想的理解 學生需要探討 是能找醫療 這是為了套用教育 因為他們進入世界 學生 他們沒有套用這世界 必須活動 所以他們必須要靠他們的父母 這也是一種方法去拘捕 如果男人和女人 你覺得瘋狂 你想找男人或女人 這也是一種方法去拘捕 其實歸意呢 實際上都是尋找一個安全處 依靠一種尋找一種安全感 我們知道現在世界上的很多人 因為他的生活沒有安全感 感情沒有安全感 還有他的工作和事業沒有安全感 始終都處於一種擔憂和 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態當中 就這樣的狀態當中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尋找一個很可靠的益處 那麼尋找可靠的益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像各種各樣的辦法 一定要照對你的依靠處 這就是我們尋找貴意處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會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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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會有感覺 我们會有感覺 我們的經營 我們會不知道 我們會有氣管 我們會想解決 我們會不會有安全感 我们寻找安全处的时候需要一些无知上的业务 也需要精神上的因素 依靠无知上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寻找一些住处啊车辆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吃的穿的荣的等等 这些呢也是我们在生存过程当中是不可缺少 所以我们在想找到安全处 它可以成为生存的业务 也就是精神的业务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房子 或房子 或衣服 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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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可缺少 如果这些无知上的移除 或者说这些资源没有的话呢 我们人类呢 很多人也很可怜的 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在四字路口看到很多的乞讨者 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保障 没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住处啊 或者饮食啊 或者饮食啊 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得不在 人们众所目光点击的一些戒头香味啊 都在漂泊流浪 这就是它没有物质的这种暴障 或者没有它的情况下呢 它就在人们面前漂泊 如果我们不得了 如果我们不得了 我们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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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 因为他们不得了 因为他们不得了 他们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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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街上 或者在车路上 或者在车路上 找到人们 给他们钱 这种生活 是非常不得了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知道 material resources 是 are indispensable for us to survive in this world 还有一种 我们需要精神上的依靠 所谓的精神上的依靠 就是我们需要信仰 需要智慧 需要这种慈悲心 还有呢 有一种道德的观念 要做人的 基本的 这种 人格 现善的人格 等等 这些呢 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 这个医处 如果没有精神的益处呢 也许无止的所有条件 痒痒具足 但是我们的心呢 也很有可能 就跟乞丐一样的 到处漂泊 牛郎 一点也不自在 每次都是处于一种 郁郁 痛苦 焦虑 烦恼当中 就是非常聚上当中 那么这种人呢 虽然无止是很富裕的 但是精神呢 就是完全贫穷的 也没有安全感的 如果我们没有 这个革命的信仰 或是我们可以革命的 革命的 我们可能很富有 素材的生活 但是内内 我们很不坏 我们的革命 会非常不坏 我们可能会比较高 在这种精神的财富需要一种积累 刚开始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什么知识都会精通的 比如说农民的话 刚开始他不会种庄稼 他逐渐逐渐通过学习以后 后来他才学会 那么工人刚开始很多产品他也不会做的 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依靠一个老师的这种学习以后 他才会做到的 同样的我们学电脑 刚开始不可能你懂到的 后来通过老师给你的这种传输 才会了解的 诸如此类的 我们世间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知识 全部是归于一个老师 然后他给你进行传教 以后你才拥有这种知识的财产 所以我们说到传达财 它需要 财产 财产 例如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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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can do everything following that so he has to do that to learn that and for worker who may not be able to make any product without learning from other people so he has to learn that knowledge and for student, maybe he cannot operate the computer he has to learn that from a teacher and this is also true for all the other things so, for any of the knowledge that we want to learn we have to first rely on a qualified teacher then we can start to learn that to accumulate our spiritual wealth